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居然联手演出了一出戏 而这出戏骗了全球的人民 立冈 马航失踪是今年3月9号的事情 那到现在已经满两个月了 可是马国政府还是只能说他失踪 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结果现在美国啊 美国人在旁边好像都在看好戏 就觉得你马国政府超不专业的 甚至他们美国内部还做了民调 怎么说 竟然有百分之九的美国人 用嘲讽的语气讲说 搞不好MH370这架班机 已经被外星人给绑走了 不过 其实这架飞机不是被外星人绑走 因为这单来嘛 我们都知道那是开玩笑的说法 但是 现在有可能 他真的是被美国给绑架走了 等一下 你说被美国绑架走 怎么可能 美国还派了大批的飞机军舰 加上人造卫星 为了要搜寻马航370班机啊 我告诉你立刚 这些都是演出来的 演出来的 那是谁爆这个料呢 我告诉你 是美国的一个深喉咙出来爆料 而且他还不是一般人 他是美国前国务院的官员 然后爆出了这样的一个惊人 惊天动地的大音 国务院的前官员 那他一定知道很多的机密了 好 那我们的消息引述来源就是来自于这个 来大家请看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 他们的网路上面的这一个报道 大家请看 马航MG370最新消息 阴谋论在起 美澳头在演戏 等一下 飞机明明已经摔掉了 却偏偏写了阴谋论三个字 那阴谋论就代表是人为的咯 好 那爆料的人我就继续讲啊 这个美国前国务院的官员 他叫做Steve 他也不是一般的官员哦 他最擅长的正好就是 国际危机处理 以及人职谈判的代表 而且他还非常资深 因为他历任了四任的美国总统 所以他讲出来的话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震撼 因为有代表性 话说3月9号那一天 MH370失踪 其实3月份的3月初 美国刚好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住在阿富汗的那些美军要撤军 没想到在撤军的过程啊 竟然被塔利班组织给伏击 抓到了美国的一个指挥官 以及一个非常神秘的控制系统 哇塔利班当时呢 兴起若狂 立刻呢 把这个神秘的控制系统 分个六个箱子给装好 然后想要找买主 哦 那要找一定是找跟美国死对头的 对呀 第一他就找上俄国 但俄国当时正在忙着处理乌克兰的事情 所以呢 无暇顾 那他塔利班就立刻又找了中国大陆 大家就会问 为何塔利班会跟中国大陆接头啊 其实大家不晓得 其实塔利班恐怖分子跟中国大陆 他们之间一直都有往来 他们很多恐怖分子用的 最新型的武器还是中国大陆提供的 那找上了中国大陆之后呢 结果大家有所不知 就是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远可以控制的一个神秘系统 你也要让中国大陆的人知道 到底可以控制什么吧 对 结果塔利班的人就讲 这可是可以控制 美国无人飞机让它失效的一个神秘系统 等一下 你说这套系统可以控制美国的无人飞机 让它失效 对 也就是说全球的美国的无人飞机 正在天上飞手 我只要拥有这套系统 所有的飞机都没办法控制 全球飞 都会被我掌控 飞飞飞 就掉下来 哇 好 这么强哦 中国大陆就派了八个科学家去 要来检查这些东西 在付钱之前要先验货 是啊 那当然不可能约在阿富汗 因为 阿富汗现在已经被美军给占领了 东西就在那里掉的 对啊 所以他们就想说约个 大家比较不知道的 第三地 而且又是塔利班有分子在那活动的 刚好就挑马来西亚 挑到马来西亚 他们后来八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 看了之后觉得OK 满意 所以呢 他们就想 那怎么运到中国大陆去呢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 用民航机来运就比较不会引起美国的注意 所以这架航班是从基隆坡起飞 在那北京降落啊 那这该要符合哪一架飞机的航线 那当然就是符合MH370啦 好 立刚讲到 而且又是夜航 但是你们真当美国都是瞎子吗 史蒂夫立刻补充讲 美国也不是神油的灯 早就早知道了这个情报 他并且找了以色列的情报分子呢 一起来想办法要把这个神秘的控制系统给拿回来 所以美国就出动了五个特工 加以色列两个特工 共七个特工 一起登上了MH370这班飞机 登上去之后呢 各位还记不记得 三月八号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那时候塔台不是讲说 那就把你们这架飞机交给胡志明寺吗 是 可是之后不就断讯了吗 对 你知道为什么断讯吗 为什么断讯 因为讯号被美国给拦截了 你的意思是说飞机上面的讯号被美国给拦截走了 拦截完毕之后先让你失联 接下来呢 他们再通过远端控制 来控制这一架MH370民航机 然后那时候不是讲说 他先一开始掉头飞吗 就是我们讲的往西边飞往左边飞吗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不是就忽高忽下吗 是 他们讲 史蒂夫讲说 这就是美国的远端控制 故意让这架飞机转向 并且让它一下高一下低 一下高一下低 所以这架飞机它等于是用远端控制来控制它的飞行 对 忽高忽低 忽高忽低是做什么 飞机上的乘客 是不是很可能就都昏迷了 对 好 后来这架飞机被控制到马尔蒂夫降落 为什么 要加油 加了油之后呢 再利用远端控制 让这架飞机开始往印度洋的中部 当那个地方 美国在那边有一个军事基地 叫Degogassia 当时美国的特工和以色列特工 还把印达机跟所有能够传地给外面的他们飞机位置的讯息 全部切断 所以你的意思说 它从这个吉隆坡起飞之后 飞到这里之后再转向 进入到了马尔蒂夫 马尔蒂夫加油 往南印度洋飞 往南印度洋飞之后呢 最后他们油料不足 整个飞机坠毁 好 但是我必须要讲哦 这全部都是Steve他一个人自己的说法 是真是假 无法证实 因为MH37的性能还是在失联当中 你没有办法找到它 你就没有办法证明 到底来龙去脉是什么 但是如果用着远端遥控 好像看起来合理 那再来我们就要看货物了 因为这批神秘的货物 上飞机前一定会有一些登陆呢 但是查了整个飞机机舱里面的货舱 所有的资讯之后 发现真的有一些货物 完全是属于神秘的状况 那是否跟美国前官员的讲的话 不谋而合了 是立刚 其实马航发展一直到现在 大家都觉得扑朔迷离 可是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前官员Steve 他出来爆这个料 这个突然就好像一个多月两个月前 我们的预测中间 很多细节开始跟它不谋而合了 是啊 其实这听起来是蛮诡异的 你看像一直到上个礼拜 马航就是马来西亚方面 还在找一些相关的嫌疑犯 就他们总共逮捕了11个 可能跟基地组织有关的 这种嫌疑犯来做调查 然后经过厘清之后 发现这11个人 其实都跟马航失踪失踪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那重点不在于这11个疑犯 到底是有关系或没关系 而是里头有一批货物 让大家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比如说 像他们现在目前承认的 飞机上面再有4.566公顿的三足果 这个没有争议 三足果就是一般的食品而已 这没有关系 可是另外还有2.453段的货物 是NNR也就是吸铁国际物流公司 它托运的东西 可是再来讲你托运的东西 这又是民航机 你托运都是一般正常的货品 你知道告诉大家里头有什么东西就好了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呢 马航跟NNR吸铁到现在只承认说 这里头大概有200公斤的锂电池 那剩下的东西是什么 他就不告诉你了 2.453扣掉200公斤 所以也就减掉0.2 也就是说还有2.253 对 这个货物到底是什么 目前马航跟吸铁只愿意说 那那些东西大体上就是一些无线电配件 跟充电器 那如果真的只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就告诉大家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能够详细讲呢 然后甚至你是谁托运 就是原来托运这些雇主是谁 不能透露 然后他理由是什么 因为案件现在还在调查当中 所以就是说 所以雇主完全不能透露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对了 完全不知道 目前他不愿意讲 不愿意讲 这个就很奇怪 老实说你上面载什么货品 只要不是伪敬品的话 跟你跟你这只货 飞机失踪有什么相干呢 OK 你说这些假设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 这批神秘的户 就是那个Steve讲的 是一个可以远端控制 然后 无人机的 让无人机 让无人机全部失效的 这样一个神秘的机器 也就是说被阿富汗的塔利班 他们这些组织给截获的军事设备 假设真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当然就不能告诉全世界啊 因为这属于军事机灭的层次 不能说了 是 那真的是这个东西吗 我们再来看 我们一个多月以前 其实也跟大家报告过 在飞机上239名乘客当中 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它IT人员的比例 居然非常非常高 高达27个人 你知道 一台超过十分之一的人 是IT公司的 这个其实蛮奇怪 没错 所以你看 里头大陆工信部安全中心两个人 中国电信一个人 华为两个人 华为都知道是什么公司 中信通讯一个人 IBM中国分公司一个人 然后最奇怪的是 美国菲斯卡尔公司 这也是一个美国一个通讯电子的一个大厂 他竟然有20个人 对 Steve不是刚刚讲过 可能有八个中国科学家 在飞机上面 现在上面 至少正式有七个人 是中国的科学家跟工程师 那是不是第一个 跟他的爆料很相合 对 那第二个呢 你菲斯卡 这些人家也是做DSP 这些高级晶片 这些东西 也是通讯高端技术人员 那这些人 是不是就是里头 有潜藏一些美国的情报人员 负责来截夺 把这些货物截漏回去的人员呢 有可能哦 对 这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说就差那么一步 飞机只要在北京降落 这中国大陆可就拿到 美国最先进无人机的整个控制系统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惊险的一个状况 美日邮报发表了一个英国前反恐官员 李维斯利博士 他讲说什么 其实现在的这些客机 是可以利用远单操控的方式 我自由去操控 让他要飞高飞低 航向改变 降低高度 甚至到达什么其他目的地 我都可以去操纵的 因为用远端操控 飞机变成自动的导航方式 用电脑来完全控制飞机了 需要的东西可能非常简单 可能只是一个USB卡 可能只是一个手机 我就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那如果说真的有这样一个高级的骇客 他透过飞机上的一些娱乐系统 一些连接到网络的系统 我直接从网络上面 直接远端操控了飞机 然后让他 整个被美国 就是被某一个特殊单位截夺走了 那这是不是就很符合满航目前的状况 因为到现在为止 我们找不到他的下落 然后更重要一点就是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刚刚中博也提到过 飞机突然之间爬升到四万五千英尺 那一万三千五百公尺的高度 那非常高了 然后突然之间下降 那个是六机左右的力量 六机左右的重力 你觉得没有受过训练的乘客 不会当场昏倒吗 你如果没有穿过特殊的抗重力服的 能够抗机服的 你能够抵抗这个压力吗 当然不能抵抗 一般的恐怖分子可以抵抗六机吗 不可能的是 我在把舱内让他变成施压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飞机里面完全没有气压 搞不好大家都昏迷甚至死掉了都有可能 因为你还记得吧 之前的机长也讲过 这飞机里面的供氧时间 只有短短12分钟的时间 所以那飞机却还能够继续飞行 而且可以自动操作 那现在让你找不到 那是不是根本就是很符合 有人在远端控制这架飞机 甚至即使飞机上所有的乘客 可能都已经昏迷不醒的情况下 被他截脱到另外一个神秘的地方 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找到他呢 这是不是一种可能的情况 马航MH370究竟到哪去了 而且你想想看 如果美国真的是为了这批货物 把它降落在军事机场 之后呢 货物把它拦截下来之后呢 飞机再往那印度洋飞行 印度洋上空可没有雷达哦 所有的人全部只是这架飞机的方向了 但是这架MH370所属国是马来西亚 那马来西亚政府的态度呢 会让你觉得有点怪怪的 没错 就算是美国跟澳洲两个联手 之内的恶搞这件事情好了 可是你马来西亚政府当局 或者是马来西亚航空 你总应该讲实话 你飞机不见了 你的表现都会觉得说 你应该很积极的去找嘛 可是你从事件发生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直在蛛丝剥茧 去找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马来西亚政府态度很怪 马来西亚航空的态度更怪 你知道吗 现在就很多人开始在质疑了 根据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NBC 他的报道 讲说之前马来西亚官方 不是有公布一个马航 跟所谓的塔台里面的通话记录吗 对啊 那这个通话记录呢 他们就疑似说 你的最后通话记录 是有被人家更改过了 甚至有可能是什么 拿一个变造的录音档 来给这个社会大众 让大家去听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连通话记录都找他串改了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所公布的 这个最后的一个通话记录 是这样子 就说马航MH370 他那时候的通话就说 马来西亚航空370 接触胡志明市12.9 晚安 这个是吉隆坡的塔台人员 所说的这个话 然后呢 MH370 这时候有个机师 他就回答 他说晚安 马航370 如果我们就文字上面的解释 来看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不对 好 感觉上是正常的通话 可是你知道吗 在美国的这个影音监视专家 不止一个人 他们在听过这个带子之后 就觉得这个带子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带子本身有被编造吗 是 他说首先 我们在听这个录音带的时候 发现到他的背景音怪怪的 那背景音怪怪的时候 他更明确的指出 他们怀疑是 这个听到的这个带子 有问题的这一段 似乎是有一个人 拿一个数位录音机 靠近一个喇叭 然后从喇叭里面转录出来 而不是直接透过 他的通话的这个录音档里面 直接拿出来给我们听 而是透过这种转录的方式 那所以呢 就美国的这个影音监视专家 他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质疑 认为说他的背景音 还有他的通话的品质呢 似乎都不是原来的 这个原先从 你这个马航里面 跟塔台通话记录 录下来这个声音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可是到目前为止呢 马来西亚官方 他们一直在强调说 没有 这个没有变造 至于你所提出的问题 他也不愿意提出回答 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怪 那这个是在声音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包含什么呢 包含在他们这个所谓的 马航消失的这个神秘的 这个时间里面 到底你这个MH370消失的时候 你的马航的这个管制人员 还有你的这个吉隆坡 还有胡志明市 还有包含你马来西亚官方 都很特别 你知道我说什么 特别的怪 MH370在什么时间消失呢 3月8号的凌晨1点21分 他消失在吉隆坡的 这个雷达荧幕上面 反而是到3月8号的凌晨 1点38分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是由 胡志明市这边的航管人员 告诉吉隆坡的航管人员 讲说MH370没了 我没有接收到这个讯号 马航自己的飞机 马航的航管人员 居然没有发现到飞机补救了 这里面你一听起来 就1点21分 从这个雷达屏幕上面消失 到1点38分 反而由胡志明这边 来通知吉隆坡 那这个神秘的17分钟里面 吉隆坡的这个航管人员 你是睡了吗 第二个也很怪的地方是 我们通常讲说搜救最重要的是 要找时间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你飞机在天上飞 不是我们汽车在地上跑 汽车在地上跑 一个小时 你想想它都能够跑 100公里以上的距离 更何况是飞机 结果你知道吗 从这个马航消失 一直到马来西亚政府 派出搜救队的时候 这中间居然差了4个小时的时间 你想想看4个小时可以飞多少 4个小时可以飞到3600公里 这个就很怪 那这40个小时里面 你在干嘛 你为什么没有任何的 紧急处置的方式 也没有任何联系的方法 另外再来一个 我们现在再给各位看 这个是在3月11号的时候 马来西亚它的警察局 类似这样子 警务署长 公布的 总监他们公布的一个说 这个马航里面 MH370里面 有两个人持着假护照 拿着假护照 要坐这架飞机 所以他们怀疑说 飞机失踪跟他们是有关系的 他想说 你现在公布这两张照片 为什么他的下半身 看起来那么如此的雷同 有没有感觉像这个地方 是从这个地方接过去了 因为他的角度跟他的方向 甚至连这个线 这个有个包包 还有一条隐藏的线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同样存在 对啊 怎么会完全一模一样 这个问题当时提出来 他的警察总监的助理 就讲一件事情 说了什么 你们不要去管下半身 你们要管的是上半身 因为脸只要看得清楚就可以 下半身一点都不重要 等一下 如果说是下半身不重要 为什么他还要做剪接的工作 是 你还特别要把他的脚弄起来 但是马来西亚官方 到现在为止 对于这些疑点 通通都没有说明 包含时间 包含录音弹 包含这个剪接的照片 所以也让很多人去质疑说 今天马来西亚官方 或者是马来西亚航空 在整个MH370 销售事件上面 难道一点都不知情吗 综合以上的种种疑点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美国的前国务院的官员 讲出的这些话 是否就代表说 马航MH370上面装的东西 真的是美国人 想要夺回来的最重要的 无人机的控制系统呢 而这套系统 如果真的落入到 中国大陆的手里面 那美国的天上的无人机 全面被中国大陆给掌控了 当然不能做成这件事情 所以呢 不择手段 即使这架飞机 掉进了印度洋里面 美国绝对的目的 要把这架飞机上面的器材 给夺回来呢 可是在上个礼拜呢 美国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自从911以后 最严重的状况 因为全天空中的飞机呢 都受到管制 而且包含地面上 200多个航班 受到了影响了 天上究竟出现了什么 而使得美国加州 洛杉矶机场 进入了警戒状况 我们先要讲一个系统 尤其911以后 美国开发了一个 叫做航空管制软体 它的叫做ERAM 那这套系统 从911事件以后 它运作以来 都还非常的顺畅 但是在4月30号 突然 雷达管制系统 它开始怎么样 发风鸣的声音 就是警告声 为什么 警告声 它是说警告 它说航高航速航向 有什么方位 有两架飞机即将相撞 那其中一架飞机是在下方 一架飞机是在上方 这样子 它说是要相撞 就是为了避免 他们在空中的航道内 插撞或者是相撞 把西海岸 几乎所有西海岸的机场的飞机 它一律 它不让它起飞 因为起飞的话 它的雷达光点上面 它的雷达光点上面 会非常的乱 因为我们现在看 一架飞机起飞 它都有一个雷达的光点 光速在那边 但是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对 就是为什么会那么严重 结果呢 是一架U2飞机 它飞到将近一万九千公尺的高空 那下面刚刚好是航道 那另外一架飞机 就在它下面的方向穿过 不会吧 尤华哥 U2只是一架侦察机啊 还是说那上空不是U2 还有别的东西在呢 除了他们讲 这是美国的解释是U2 是不是有其他的飞机 截至目前为止 美国它还没有公布 但是我们讲 U2都几乎都已经除异了 除了US2R 它还在服役以外 其他通通都除异了 可是美国很奇怪啊 它为什么不公布 其他有些事情 它保密的不公布 是否代表着那洛杉矶的上空 表面上是U2 实际上是别的飞行物体呢 坦白说 如果是LA的话 各位想想看 当年的F117 它飞出来经过洛杉矶上空 我们把它当做什么 我们把它是 是不是我们把它当做什么 就是U2 或者是怪异的飞机 除了U2以外 SR71等 因为它是经常要进出太平洋 所以它往往就是以洛杉矶为一个管制点 所以那天他们发现是这样子 那究竟是不是U2 美国到现在没有公布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这个U2 台湾曾经飞过 飞U2最有经验的国家是 哪一个国家 就是台湾 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 我们当年还成立一个黑猫中队 我们虽然五架是被中国大陆给打下来 但是我曾经访问几个飞过U2的 像黄胜雄他们讲 他跟我讲 他说这种飞机是最难飞 为什么最难飞呢 因为这种飞机只有两个轮子 就跟单车跟脚踏车一样 它是两个轮子 那一般飞机 各位看前后 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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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两个轮子 对 像他只有两个轮子 就跟单车一样的 一前一后 记忆这么长才两个轮子 对 他两个轮子 当他要降落的时候 他不是靠本身的动力 他必须要靠滑翔 那靠滑翔的话 前面 好 前面有一架导引装置 那后面就是一部车 一部车 他是在干嘛 他是在通知塔台 说我这架飞机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他要把他的滑翔的状况 完完全全要通知塔台 那前面呢 就有人 就类似 因为 他是用滑翔的方式 他到最后 翅膀就开始会着陆 没有 他要翅膀是一重一轻 一重一轻 一重一轻 所以他轻的部分 先着陆 先着陆的时候 你把他顶住的时候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就比较没有问题 所以各位看 你注意到飞机挺好 他们现在要装辅助轮了 有没有注意到 先那个什么固定 各位看他降落 是不是我刚刚讲的 就跟单车一样的 前后两个人 他主要的重心 全部都在前面 但是他一转太大 所以他必须要靠滑翔的方式 那各位晓不晓得 飞了U2以后 华学军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讲到 这个是什么 第一代的太空装 我们叫做抗压衣 因为他要飞到将近 两万两千公尺的高空 各位想想看 两万两千公尺的高空 温度几度 零下七十度以上 所以他穿的是太空衣 就像太空人一样 太空衣 然后他还要装那个什么氧 那更重要的 各位可以看他 后面那个背包 那个就是 纯氧 空氧的 对空氧 空氧还有一个 他的旁边是有一个管子 就跟牙膏一样的 那个是你吃喝拉沙 都要靠那个管子 我连喝水都要靠管子 那岂不就像太空人 坐太空坐到太空一样 对 所以我们飞U2 这一次U2在美国出现 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或者那么多的猜测 真正的关键 请问U2已经除异了 但是为什么会在洛杉矶上空 如果那不是U2的话 就是U5 不然的话 就是美国新开发的另外一种战机 搞不好 叫做B3隐形轰炸机 我们注意 在美国洛杉矶的航管中心 居然发生了这样的紧急状况 这真的是一架U2吗 U2在台湾上空飞行 我们的航管也没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洛杉矶上空 表面上美国政府说是U2 实际上可能另有骑飞机 但是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我们的警方的卧底人员 进入到黑道里面 但是警方的卧底人员里面 有女的卧底吗 有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